隐神收官 赵露丝和王安宇更新微博 感谢大家 在奇幻爱情剧《神隐梦幻谢幕》中 备受瞩目的演员赵露丝和王安宇 以感激之情向粉丝告别 这部改编自小说《星辰零点》的剧集 由西西影业 新宝源和银河酷鱼联妹打造 由西西影业创始人杨小沛指导 赵露丝和王安宇搭档出演《神隐》 于1月10日在腾讯视频和芒果TV上达到高潮 吸引了众多观众 自首播以来 该剧以奇迷人的东方美学和清新的轻松风格 留下了深刻印记 凭借超过50亿总阅读量 920万讨论次数 以及在各大平台持续稳定的排名 《神隐》成为一股真正的轰动知识 该剧获得了主流媒体的好评 进一步巩固了西西影业的成功声誉 《神隐》脱颖而出的地方在于 其对其换题材的创新处理 该剧引入了双弱势设定 打破了古装奇幻剧中常见的强大主角形象 赵露丝和王安宇饰演一对发展中的奇幻情侣 为剧情注入了新鲜空气 《神隐》的叙事深入探讨了 奇幻题材中人性的复杂性 聚焦于角色关系 描绘主要角色的成长和相互间的友谊 对主角群体友谊的强调 为剧情增添了深度 使其超越寻常 该剧的独特之处之一在于 将传统的中国刺绣技术 与奇幻服装设计相结合 角色的服装展示了多样的刺绣风格 美丽地凸显了中国魅力和奇幻的融合 该剧不仅限于屏幕 通过精心设计的场景 将古典美学与奇幻世界融为一体 《神隐》即使在完结后 也为奇幻题材的创新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这部剧的成功 凭借其艺术性和文化内涵 证明了观众渴望新颖而富有想象力的叙事 随着西西影业持续推出高质量 高频率的制作 它巩固了S级评级的地位 为未来在奇幻剧领域进行突破性项目 铺平了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